南投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总质询 议员质询关心环保、交通、建设、教育、社福等议题多元深入 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团队具体答询 充分展现府会为县民扶植打拼的积极与努力 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总质询 由副议长潘艺权、议员李周中、简俊廷、县民某、陈淑慧 王采云联合质询 现场林明珍税领各局处一级主管与会备询 议员谢明某关切及其广民社区研发环保冰榔碗量产问题 立出县府协助多方观摩与充实生产机械 谢议员已为农友发声 期盼县府应以辅导优先于开发 协助农友合法从事农作 议员王采云除了关心道路交通检举达人议题 也关心普利福星温泉与维新产业园区的开发 并立出林县长要两个园区 在任内做到厂商赚钱民众增加就业的目标 林县长当场允论全力以赴 议员陈淑慧则关心国小并校交通费补助的议题 并提醒县府注意 避免学童确认已经转校就读 却无法享受到交通补助费的状况 议员简俊庭则点出 近老爱心票无法网络预购车票的问题 县府积极回应将与相关客运业者沟通改善 医院理说中则立出县府家属开发草屯镇九九峰艺术园区 同时建议县府以鸟水潭人工湖水资源开发案为筹码 立出中央政府优先协助解决 毗邻的草屯垃圾临时对支厂傍满问题 记者蔡世奇 蓝图市采访报道